身處在香港這個繁忙的都市 關注自己的身體和心靈 好像一點都不容易 但其實只要停一停 想一想 每天發掘一件你做得好的事 你就會感受到自我氛圍 有一些改變 你可能覺得很難 但就等我們由今天開始 陪著你今天只做一件事 根據世界人口評論2023年的報導 香港人人口平均85歲 是世界第二長壽 那麼健康,還有甚麼要說呢 就因為在香港以至全世界 人對精神、心靈上的健康 仍然有很多誤解 所以我們會帶你了解 不同的有趣事 讓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其他人如何寄成在不同的興趣上 不知道今天介紹的 是否你的身心有趣事 最近不知道做甚麼 做甚麼都很屈門 我知道,天氣 試試洗衣服吧,比較爽快 最近是否沒有緝房 可能洗衣服更煩躁 但有緝的 姐姐幫你 緝房也不行 你彈琴吧 唱歌 不是 挺好 打球 已經有做了 這樣嗎 女的姐姐也幫不了她 再找第三個姐姐 要一個專業一點的姐姐才行 對 對,好 Hason,多受善感的小王子 我知道你打球和彈琴 都未必完全滿足你心靈需要 兩個姐姐都很努力幫你 但今天再請一個姐姐來 就是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Kenna 教你更多方法 如何透過表達藝術 去舒緩情緒 對 其實甚麼是表達藝術 其實表達藝術治療中 就是用不同的藝術媒介 去做心理治療的服務 然後我們去覺察自己的情緒 也透過藝術去抒發和表達自己的情緒 情緒很重要 因為尤其是現代人 很多時情緒都切割了 但情緒其實是一個信號 告訴我們背後有甚麼需要 如果沒有了情緒 我們就不知道自己的需要 人生就沒有意義了 我也想知道平日我會抒發我的情緒 可能我會利用一些樂器 可能是鋼琴 我會用一些感覺去抒發 但其實很多時候結束過程的時候 內心還是有些… 還需要填補 對,還需要填補 但我想知道 到底情感抒發和治療上 有甚麼分別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有治療師的陪伴 我們會邀請服務使用者 或者大家都可以試試 就是用一些自己不熟悉的藝術媒介 其實也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讓你好像用一個新的角度 去看自己的不同的情緒或問題 但究竟藝術這件事 吸引了那麼多藝術去做 因為它有一種滿足 還是本身藝術人就已經有一種… 有種特質 感受很深 高吻… 對,高吻的時候特別會… 玩藝術很厲害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究竟藝術是怎樣去幫助人 為何凡高他畫得那麼厲害 但到最後他也會因為情緒病 去摧毀了人生 所以其實我們著重的 不僅是… 對,不是結果 我們很多時候著重的 就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經常會在過程中 希望跟服務使用者 去找那種安穩的感覺 不是單純去表達 很多時候我們放完出來 也要懂得修和盛在 今天我也帶了一些樂器 跟大家一起去試試 很多選擇 對,很多選擇 選擇更難靜 因為每個人都很獨特 而且每個人對於不同的聲音 或者不同的藝術 例如顏色也會有不同的連繫 所以也想邀請大家 待會可以嘗試聆聽這套樂器的聲音 然後嘗試… 不如我們剛才說起安穩 我們一起去找一種樂器 令你感覺安穩 然後我們一起互相聆聽 大家找到的安穩感覺 好 好 我們的命題… 先小王子 我們的命題是安穩 是 但這裡有很多東西 捉鴻師會被人罵的 不安穩… 刮蛙,它是模仿一些大自然的聲音 好像蜥蜴、青蛙的聲音 對… 這個很舒服,這是水的聲音 鴻魚聲 對… 鴻魚聲 它叫做鴻鴻鴻 是 我有點想選擇這個 我想我們選擇樂器 最重要的是第一件是容易到達用 無論你有任何背景 或者是否懂得音樂 一拿上手就已經可以應用到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因為今天的主題是想說安穩 所以我選擇了一些聲音 跟大自然的連繫比較多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去找安穩的感覺 我們都會想跟我們的父母使用者 去連繫外在、大自然 給一些大自然的資源或聲音給我們 所以今天就帶了很多大自然的聲音 但也有些像這個一樣 不一定是安穩的 可能是一些連繫不同類型的情緒 可能你聽一下感覺是甚麼情緒 我正在生氣的時候就是這個聲音 我這麼生氣 這個叫雷聲鼓 其實很容易使用 但會連繫到很多情緒 但有人會聽這種聲音 說很安穩 或者聽這種很刺激的聲音 說很安穩,有這種感覺嗎 可能利用這個聲音 有些人會覺得很舒服 不停重複… 但也有些人會覺得 是一種很焦慮的聲音 可以演繫一下 這個你慢慢的話就會是… 你剛才說的,重複 然後焦慮 我自己也很不舒服 洗麻將搭牌 我很不喜歡 因為媽媽小時候經常打麻將 我就會覺得很吵 又連繫了一些回憶 對 我知道你有舉辦一個藝術節 就是跟公眾一起玩,對吧 沒錯 看看吧 好,來吧 收到Mishy的線報說 Ken在上面等著我 現在馬上去找她吧 聽說今天有個神秘活動 究竟是甚麼活動 我們今天有一個 叫做表達藝術文化節的活動 參加藝術節,我也是新手 應該有甚麼要準備 我們準備一個放鬆的心情 去參與就可以了 今天希望各位參加者可以在不同藝術創作中 感受更多自己的心情 然後連繫自己的內心 今天有甚麼重點節目推介 我們稍後會有一個戲劇的演出 也會有一個舞蹈演出 很期待,快帶我去看吧 好 稍後會看到Bruce的舞蹈演出 所以我趁他演出之前 過去捉著他跟我們聊天 Bruce,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很有心 為了這次的藝術師 而改善這次的演出 請問你的創作理念是甚麼 稍後的演出,他們大會給我 就是以一個著地感 這個字作為一個創作理念 對於我來說,著地感 其實就是你如何回到自己的內在 然後真實地聽回自己的聲音 所以你知道你前面的路 每一步你可以跟著自己的聲音去走 這就是著地感 一個實踐自己的方式 即是要先了解自己內在情緒 內在情緒 你未來的路想怎樣走 有甚麼阻礙了你 有甚麼壓抑 令到你真實的聲音出不來 真實的行動出不來 這也是關於著地感 稍後演出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本身有現代舞的訓練背景 然後我會加入了 混合了一些舞蹈的元素 舞蹈其實就是日本的 一個很前衛的舞蹈方式 主要就是連結你自己 真實的情緒和感受 然後感覺這個情緒和感受 如何通過身體呈現出來 你看的時候就會感覺到 一個很強的張力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 所以很緊張 很擔心看完不明 其實應該怎樣看呢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特別說 如何要鑑賞 會否不懂得欣賞 其實你放鬆自己的頭腦 好像你走入大自然 你打開自己去感受 然後那個環境 例如樹是給你甚麼感受 可能是一個很舒服的放鬆的感覺 或者一朵花給你甚麼感受 然後可能你走過森林 你看到一個屍體 它被蟲在吃東西 它又給你一個甚麼感受 其實舞蹈很多時候 都是回歸一個最自然的狀態 因為其實人本身都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所以你直接放鬆自己 感覺舞者當下的狀態 你當它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它就會帶領你直接感受你自己 真的不要想太多 用一個平常心去面對就好了 對 如果你越想 我應該怎樣去感受這件事 你反而越難去契合它 反而你放鬆 然後當自己是在大自然的環境內 你就會獲得最多的東西 好,聽說也差不多要演出了 差不多 待會很棒 謝謝…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是有種心靈淨化了的感覺 可能因為一開始 它教我們如何感受到自己的四隻肢體 然後感受到自己的手腳是怎樣 第一次對自己有這樣的感知 第二件事就是 我自己試完也很想在家裡伸展一下 我也很想創作自己的故事 我覺得是透過肢體語言和舞蹈演出 令到周圍的觀眾感受到那種情緒 和延吐到這件事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最深刻的時刻就是這一幕 好像解開了一個束縛 有一個水桶在那裡 然後它坐在沉地濕曬的地上 我覺得是很有洗滴心靈 給我一種醒覺的感覺 不知道為甚麼 原來對我第一次看這些演出的人 我也可以很誠心誠意地感受到 表演者當刻想傳遞的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 這種身心靈或人、他、表演者 以及觀賞者之間的聯繫 我真的確實感受到 北京的長城西康的兵馬俑 我們都報告 學會外笑如假 May,剛剛吃了藥味嗎 May,剛剛吃了飯嗎 剛才的演出實在正義采禮 忍不住捉了我身邊的兩位 代表過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歡迎柔柔和Jo 剛剛的表演真的非常好看 我看的時候 他們的演出也直擊到我的心臟 而且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一直在想著一個問題 究竟他們的經歷是否真是他們 他們的故事是他們自己寫的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但當中間會有一些真事、假事 因為是戲劇 所以都是兩樣混在一起 希望帶到最真實的東西給觀眾 剛才我留意到你們的演員 演出時非常投入這件事 我看到他們散發著那種光黃的眼睛 有星星眼的感覺 其實他們有些沒有接受過戲劇訓練 然後訓練了三年後就有這樣的演出 有些是之前已經喜歡戲劇 不過年輕時因為生活 所以沒有這樣的空間去參與畫劇 但現在退休了 他們就很想去參與自己喜歡的戲劇 所以是很好 其實他們很喜歡這件事 而且很想分享自己內心的東西給大家 有個婆婆七十幾八十歲 他不是很懂得寫字 但他畢業作品 他也要自己寫回自己的劇本 然後到我們第三年有個訓練 就是他們用一些紅色的膠袋去做道具 讓同學去玩、去做一個戲 他去了洗手間 然後再出來的時候 他看到他們那些同學玩的膠袋 很驚訝 他就自己覺得 哇,這個就是藝術了 你想想,一個老人家可以… 很觸情 對,我們成為他們的見證人 看到他們從不懂得懂 然後現在懂得說甚麼是藝術的東西 是真的很好 我們自己也很感動 我還記得那個婆婆不懂字 對… 她自己也有一段獨立戲 她為了想分享給大家看 她不停在後台那裡練詞 她說怕自己不記得 所以她每一隻字都抄了四次 整段都抄了四次 所以很厲害… 即是到六十多歲 銀髮族的年紀 還可以這麼熱血地做一件事 即是很不簡單 沒錯 譬如演戲 剛才提到可以帶給演員身心靈的影響 令他們更有自信 在場的觀眾他們可以得到甚麼 剛才整個節目節目就是 看完戲之後就畫畫 然後大家分細了地去分享 其實我剛才也聽過他們的分享 其實那個感受是 每一個觀眾感受到的東西都不同 即是我最深刻的是這一樣 他最深刻的是這一樣 然後你最深刻的是另外一樣東西 但當我們一起分享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 我還得到更加多東西 變成不是一加等於二 而是一加大於一千的感覺 是的 而且這次他們也很好 他們主辦機構都邀請我們一起分享 即是我們以為我們看了這麼多次 他們的演出 已經的感覺是理所當然 但不是 每一次看都會不同 即是每一次都會很感動 是的 他們那個演戲 因為我猜到是否自身的故事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們很有說服 因為他們始終人生去到一定的年紀 有一定的月齡 然後是完全的故事打入我的心肺 然後就會令我反思自己的人生 即是我也一直在看 然後一直在畫下 我當時的情緒和經歷 所以真的很進入這件事 對,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剛才看完藝術節 有唱歌、跳舞、很多元化 那些都是我們作為觀賞的角色 但藝術治療應該也有表達的方面 所以今天Kit又來教我們怎樣玩 Kit也是一個註冊的表達藝術治療師 今天我們要玩甚麼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關於自己心情的 將它投射到畫面上 所以待會的過程 你們會閉上雙眼 我會叫你們感受心體 尤其是感受自己這一刻的情緒 如果看到一些影像出來 例如做夢,你會看到夢境 我們稱為白日夢 你就把它畫出來 變成紙上的內容 我很期待,我多弄人 現在嘗試被人弄 好,大家現在可以嘗試靠椅座 讓自己完全放鬆 把兩隻手放在大腿上 然後感受這一刻腳踏實地的感覺 感覺到腳踏著地上 坐得很安穩 我們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我們嘗試做幾個深呼吸 慢慢吸氣 呼氣 那個感受 如果叫你去感覺一下 想像它成為一個畫面 甚至是一個東西 它相似甚麼 如果你看得很清楚 你可以慢慢張開雙眼 剛才你們的過程中 有些影像已經出現了 也邀請你們選擇一些顏色筆 可以畫下你們腦海裡呈現的影像 影像很清晰 能否畫到是一件事 就可以了 很自由的吧 很自由的 你自己的感覺是甚麼 最重要不要帶任何批判給自己 我畫完了 這麼快? 是嗎 好,我們等其他人 因為我的畫工限制了我的表達 有時你說的過程 已經是一個表達 希臣,剛才你很快地畫完那幅畫 我也想你說一下 剛才在腦海裡呈現了甚麼影像 我先給鏡頭看 其實剛才叫我靜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 感覺很重 然後我很快就有一個畫面 是我一個可能在房間裡蹲下來 我便很直接地畫出來 看到已經有些感覺出來了 已經黏濕濕了 很動感的人 對 我感受到你的能力 對… 剛才很直接 那人在房間裡做甚麼事 在中心點裡蹲下來 當時是一個怎樣的情緒 當時是彈著的 她是在震動的 很震動、很害怕 對,很無助 很無助 明白 所以我們會看到 你有些情緒跟自己聯絡了 好,然後請Michi說一下你的腹 首先剛才美猛 第一個感覺是… 一個字疲累 我看到的景象就是… 一隻好像手和花的東西 對,牠托著上面 其實是連接了一隻大象 但我不太清楚為何是大象 這個動物 原來下面是我嘗試畫一個蜜達娜 但我又… 不完全是一個蜜達娜 盡力 你腦海裡的想像很創意 對,然後下面就類似地球 我想 或者是世界 如果我問你 如果這幅畫 如果懂得說話 你看看 你覺得牠在跟你說甚麼 我是怎樣的畫 你覺得牠想跟你說甚麼 如果牠跟你說一句話 我想牠會想說 你自己其實最重要 可以拯救世界 但你要先處理自己 疼自己多一點 如果最後送一份禮物給你 甚麼都可以 抽象的、具體的 相信自己的能力 說到這一刻 你覺得看這隻大象 你有甚麼感受 有一點教我疏離自己的需要 究竟是… 我要完成的事重要一點 還是我自己比較重要 如果可能我自己做不到的話 這些所有事情都不會發生 所以牠可能在給你一些支持 告訴你 其實你的快樂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是你自己的內在 跟自己有一個對話 其實你內在有很多的資源、智慧 可以給你一些支持、支持 但我們只需要找這些資源 或者陪伴自己的自己 是甚麼 最重要是有時間靜下來 人沒有時間靜下來 其實無法療癒 沒錯… 明顯我沒有 有很多感受 我有問問你的範圍 其實我很平靜 你剛才問我畫面是甚麼時 我就想起雪地 可能剛才從北海道回來的 所以是一個很平靜 在北海道雪地的畫面 有一間很簡單,但很舒服的木屋 然後旁邊有一棵樹 即是乾燥燥的樹 好像很噁心 但在北海道 乾燥燥的樹加上雪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很快出現了一個畫面 但我在想像中比較漂亮的 畫出來的畫工有限 真的很漂亮 其實很漂亮 謝謝 我算了 我又問你,如果這幅圖 它有跟你說一些 我們這次試用一句說話 我承認這一刻有甚麼感受 那會是甚麼 可以的… 如果下一句它會告訴你 去感恩這個世界的所有東西 這幅畫讓你進入去 你覺得有甚麼值得感恩 首先感恩有一個時間可以靜下來 感恩有愛的人陪伴我 你捉到我的腦 我剛才還在想我有甚麼情感 就是感恩,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很感恩有一個機會 可以見識到這個世界的美好 我很感恩身邊有愛的人陪伴我 那你其實有一個很幸福的人生 感恩我懂得感恩 其實人生的環境不是重點 你甚麼心態去面對這個環境 才是重點 感恩,我感恩 我發覺Yam經常聯想的時候 都是一些聯絡到平衡 也好像Yam剛才說的 因為她有很多感恩 她經常會看到世界美好的一面 她會尋找事物 雖然有很多不好 但我可以把焦點放在好東西上 你就會更加開心 又在醫生bo 但是了不起 你們是要閹養的 是希望他們乘羞到最後一邊 自己 눌러活著 我覺得亞洲有無收 人的 realised是涉 ozone 雖然第二天 找外 Worcatu還要 öğren 觸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